国际间乌克兰的情势 濒临战争 为了避免2014年马航MH17客机 被飞弹物极的残剧重演 欧洲多国的航空公司 因此决定要停飞乌克兰的航班 像是德国汉沙航空就决定 从今天开始到月底 停止飞往乌克兰基辅 以及奥德萨的航班 那么汉沙集团旗下的瑞士国际航空 奥地利航空 布鲁塞尔航空 以及欧洲支翼航空 全部都跟进 法国航空也决定 从明天开始 停飞往返巴黎与基辅的航班 各国政府也呼吁侨民 趁着有班机的时候赶快撤离 那么根据英国BBC掌握的最新讯息 目前瑞安航空 以及威兹航空这两家联航 仍然照常飞往乌克兰 并且呼吁大家不要惊慌讨难 我是陈雅玲 想要跟我一起丛林掌握天下是吗 赶紧按下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的订阅 按钮开启小铃铛 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 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